队员回到场上 看看啊 RNC又换了哪一名队员 Ledby又回来了 刚才Ledby举牌子的那个小哥 可以再把你的牌子高高举起了 猴子他看他还可以 就是你藏在草丛里 他上来补兵你就EQA他 但是FAMBLA做反手是选了千绝 千绝面对这个战种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节奏太慢了 对 还是德莱文 维持德莱文莫甘娜的选人 然后上单分配给凯南 那FAMBLA这边最后一手 来看一下他们Counterweight 这个吸血鬼 最终是分配去了中路 然后拿船长去面对凯南 这是一个不是特别好打的线 下路的话 千绝之绕 龙恒过来 道郭贝顿给挡了一下 闪现Q抓得很死 但另一位强势进化 这样的话 林伟祥的进化 交了 这一边是孟格拉没有闪现 吴壮胎又是被打了一套血线 下路千绝过来了 过来给减速 这个减速的目标过来 直接是跟闪打了三环 杀掉了德莱文 这位是中野 视野是被马拉香锅扫掉 辅助也已经支援过来 这波看一下谁先开 千绝之位是走脸了 被潮到 被Q到 被接控制链 马拉香锅甚至交出一闪 防止杨灵声息落地 哇 这一波 Alex稍有些冒失啊 在缺乏视野的情况下 其实你大概是可以猜到 加里奥应该在那个桃里的 但是 正是因为自己手捏有大招 有那么一点的侥幸心理 觉得这位置其实打起来 我大招看起来也不一定会死 这偏重于一个打团绕后 千绝又来了 这个位置是有控制守卫 霸主的这个草丛 就看加里奥动不动 加里奥动 上去正义中原被挡掉 是因为给大招 加里奥交闪 这个位置因为忌惮千绝的 追击伤害 千绝这个英雄在 狼龄狂热开启的时候 这个Q技能cd太短了 可以追着你 对 压线 所以这个下午阵风 应该会拿的比较稳错 这个下午阵风也没有视野 所以根本不知道 这个位置走得有点靠前 凯南可能要出来大招打一套了 以为凯南回家了 打了一套之后 QD有空了 但是下一个带W的平A命中了 这波就是硬上来换一套血 因为对线能够 能够给凯南找到一个 走上来弹的机会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位置想动了 钩锁过来 一闪撞闪现 没血池了 这波直接击杀了 哇 马尔香锅 这个一闪 是直接 撞在了无状态的闪现上 两个人的思路是一样的 马尔香锅是要逮一闪 无状态是要闪现 躲一闪 但最终马尔香锅这边 找的位置是略胜一筹 而且这个从身位上来讲 也把吸血鬼给撞了回去 对 想打龙 这位置下路先推过去了 先动龙 应该是有机会把这个火龙 给处理下来的 帮布拉斯找准机会 直接把火龙秒掉 但下路这边过来 想跃船长 来看一下谁做先手 家辽已经走过来了 现在没有TP 可以支援到这个船长 进步有点孤立无援的意思 把人家当着面去扛塔一点 没有办法 两个圈出现 一个绿圈 一个蓝圈 基本上就走不掉了 黑爵和吸血鬼 正在朝下面赶 这波想卖一下 一过来 站住黄套 选择到两个人 有黑盾 导致落地一线没法开 吸血鬼现在在后面 天天Q上来之后 打了一条被摩托 Q到了 这波青鸭影包过来 想要动中路 吸血鬼是没有防御塔的 但是已经三角熬撤了 下路里面大招留人 蓝币这边是有闪现的 桶子放在地上 蓝币要闪了 这位置必须得闪掉 船长有可能到来的桶子 以及近身千绝的减速 如果被挂到减速的话 交闪也要死 对 来看一下这波要不要上 下路了 千绝也来 这个位置可能要变成一波2打2 船长已经被海南开到了 加量这边 护盾先保一下 凯南先去组合千绝 千绝打退之后 凯南的位置很尴尬 他转闪也想换 这些闪闪一刀直接把凯南给A死了 这个位置火龙可能要丢 火龙升级巨动 德拉文 诺格纳也正在桥这边走 金刚引力的位置有点远 这个火龙 两条火龙直接被翻不拉子 哪哪哪 那这样翻不拉子 在中后期是有很大的声音啊 毕竟两条火龙加了很多正面作战的能力 对 也不给加利奥了 再去抓船长 康长这波带的稍有点深 清康营已经来了 这位置被坐住 凯南能跟上来的减速到 但小虎刚才第一天没跟过 没关系可以英雄登场配鸡飞 再一个勾扯勾到 最后被麻辣先过拿到这个人头 但是翻不拉子这边选择是拼大龙 三人在下的情况下 加利奥是有TP的 加利奥这个TP直接踢到了正面跟队友做会合 两条火龙打得还是蛮快的 另一个TP已经落地来自凯南 凯南这波是 有大招的 看一下不敢打了不敢打了 看到这个凯南 想到龙腾如果再打 可能会被添雷就算了 看啊 加利奥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爆发果汁 千诀绕后 但千诀这个血量很低啊 这个尔想过来拍到了 千诀大招也放下来 后面小明被物状态给收掉 进步进来凯南这个大招 大得很不错 直接垫到了对面的千诀 后面的残局拉扯 凯南这边也撑不住了 主要是这波人不齐 被一个让后打了个措手不及 再加上 RG是一个很吃大招的阵容 对 当青杠影不能把自己的家里 要带进场的时候 这个阵容的AOE 起码少了一半 这样的话 马拉翔哥只能去 没有办法回来了 继续马拉翔哥去带上 然后暂时中塔帮普拉斯 直接四人集结成功退掉 也就是个千诀 能够在绕后的时候 通过大招等到队友的到来啊 对 有点那种精神去开团的感觉 对 哎 嘲讽 嘲到边边 这位置是有血池的 先开一个秒表 拖一下千诀已经到位了 忽然那边回身大招 想要往前撵 没有再往前走 打退了来追击的RG 但是RG现在付出的代价就是 他们就像回合式游戏 付出了两个 最强而有力的技能一样 现在要等待回合的流逝 来走CD 对 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很脆弱的 在正面 中路五个人集结想推进 这位置二塔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摇掌没摇到 正面的话 灵星宗往回走位 躲了一段战争刚锋 凯南开着 一技能顶着反部队上前 逼退了 翻普拉斯 把二塔拿下来之后 经济也是完全 拉回到只有两千块 但是现在船长的发育 已经非常好了 好 红区 想RA 这个位置想RA 但是我们会看到 这个位置 青岗影跟小明的血量 会掉的比较厉害 而且好像被蓝色视频 照到了 不敢打了 就是扛龙的问题 会比较严重 现在 导致他们 没有太好的办法 直接RA 只能RA 过来逼团 靠青岸影开 所以现在方法子 先抢一波中路的兵线 还在草丛等待 这个位置 凯南已经走远了 钩锁上 三个闪线交出来 坐住无状态 加料低血 没有给大 反身大招 无状态交出血池 这波追击 还有勾索 再上前 凯南这样 被前决打到 给顶下了 做了一波反倒 看一下 先冲这边 能就成了两个 凯南的青岡影 霞的位置太好了呀 霞在正面 已经完成了 对战场的收割 回身再过来追 正面已经完成了 一波二换四 最后就剩下一个 带来文 闪现W开出了一个闪线 闪线过来 跟着队A 奇迹这边 想秀起来的 最终双拳 男敌对面四手 确实这个阵容 再拖下去 RNG也很难去处理 只能选择 强行开团 刚才 男子民进场 已经很好了 但是 这首阳灵声息 是帮助 方普拉斯 直接扛住了 凯南的大招 因为咱们之前 已经反复提到过了 方普拉斯 最梦想的画面 就是RNG一波 开不死他们 然后他们展开阵型 就地反打 那刚才那一步 就是这样 这样拿到大龙 这个四大哥的阵容 确实打起来 会更加的舒服 来看一下这波回报 强行开吸血鬼 然后配合加利奥的进场 这一波 咱们马后靠下 如果 选择去 海克斯充电 选择 千诀是不是好一些 直接逼他打招 加利奥大招 把千诀择打出来 然后再凯南进场 可能效果会不太一样 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比赛 毕竟没有如果 对 因为当时两个人 立得也比较近 这能施法的话 很有可能就 跌到一起了 这波是反手的一刀 暴击 暴掉了刘青松 但是自己也阵亡了 上一波团战 虽然RNG上面 上海打得很俗 但是大部分都被 千诀的免死金牌 给免掉了 下罗二打推掉 龙马外游最后的半分钟 加利奥一定要第一扇 在正面推线 凯南绕后 这个位置要开了 那里面进来 千诀大招 有没有扑下来 加利奥配合 坎南直接将四个人正起 这样的话 则莱文位置首先 公布太好 甲击砍下了两个人头 已经打不过了 就是现在有 没千诀大招 都已经打不过了 霞第一波大招起身之后 回身一套AOE 进场的三个人 瞬间倒了 这样应该要进去一波了 确实阵容上的 劣势 在这个阶段 以及前面没有打出来之后 阵容上的劣势 让FUNBLAST这边的C位 能够非常舒服地 拿下后期的团战 吉他门牙 小明这边也扛不住 前锥还落下了一个大招 很球稳 震出来四个人 但是马来强锅 用精神想拖延时间 拖延不住了 最终我们恭喜FUNBLAST 在一组对抗当中 击败了东部的 从头鸣而尽 成功地拿到了 这宝贵的一分 也是让FUNBLAST 在本身这个夏季赛 开局并不是很顺利的情况下 在一组对抗中 完完全全把自己的士气 希望他们能够提振起来 在第二局 从对线阶段开始 被完全压制的情况下 FUNBLAST第三局没有放弃 选出了一套依然 很偏后续的阵容 但是却拿出了 他们第一局的那种心气 稳扎稳打 不给你找机会 最终 在RNG拿到这种 无法扩大优势的情况下 FUNBLAST成功地度过了 自己最尴尬的前中期 将比赛来到了 自己非常得心应手的 后期游戏 靠着四个大哥的精彩发挥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RNG来讲 今天回去应该是要开会了 带着空险 确实对于FUNBLAST来讲 这宝贵的一个胜场 尤其是从RNG手上拿下来的 非常的不容易 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住 今天取胜时候的状态 能够维持住今天取胜时候的信心 和最后一局 很磨叽 很精彩地发挥 在今后的比赛当中 继续把这样的实力展现出来 在一组对抗的比赛 刚刚进行了两楼的情况下 现在开始去努力 去拿更多的胜场 还不晚 还有机会进入到季后赛 还有机会去冲击 夏天的季后赛 对 完全有机会 这场MU3的胜利 对于整支 FUNBLAST的队伍来说 有一次很大很大的提振 他们在先是 苦战58分钟 拿到第一个小区 然后再被RNG迅速地拿 翻成一比一拼 最后再凭借自己 稳达稳达的风格 拿下取决证据 没错